随着现如今社会的快节奏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终身不婚 如果问他们理由 除了没经历 不想结婚之外 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没钱 的确 在现在社会 如果没钱 真的是寸步难行 更不用说 卖一大步步入婚姻殿堂了 然而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身为一个月月薪 仅有几百块的打工妹 她连自己都养不起 竟毅然决然地 要与身体有残疾的男友结婚 她为什么要结婚 这样做呢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打工妹婚姻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 盛梦珍和赵文龙 盛梦珍是一个湖南的妹子 1992年 年仅25岁的她 已经在上海打工几年了 在此期间 认识了比自己大14岁 且双腿残疾的赵文龙 39岁的赵文龙双腿残疾 靠着100块钱一个月的 特困补助生活 日子劫区艰辛 出于同情 盛梦珍对赵文龙十分照顾怜心 所以没想到 日关系后 盛梦珍开始了和赵文龙的同居生活 很快 盛梦珍发现自己怀孕了 可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赵文龙时 赵文龙却表现得异常气氛 她说什么都不愿意相信 这个孩子是自己的 因为残疾的原因 之前有医生说过 自己没有生育能力 再联想到盛梦珍怀孕前经常走出晚归 断定自己一定是被戴了绿帽 异常气氛的赵文龙 要求盛梦珍放弃孩子 但是盛梦珍不忍心并坚定 孩子就是赵文龙的 因此两人有了隔阂 无奈之下的盛梦珍 转身回到了湖南老家 1993年2月 26岁的盛梦珍 顺利的产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小名娶为毛毛 孩子三个月后 盛梦珍带着今有的200块钱和孩子 再次来到了上海 找到了赵文龙 希望她能一块儿抚养这个孩子 但是赵文龙却把盛梦珍给赶出了门外 始终都不愿意承认这个孩子 再次无奈的盛梦珍 只好又带着孩子 住在了赵文龙家附近的旅馆里 结果赵文龙见此情形 却躲了起来 一个妈妈带着孩子 又没有经济来源 可想而知 生活过得有多么艰难 本来就比较瘦小的盛梦珍 每天只敢花一块钱吃一顿饭 由于营养不良 母乳不足 孩子也是饿的 哇哇哭 在旅馆住了几天 孩子的哭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纷纷询问她是怎么一回事 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大家也纷纷地伸出了援助之手 同时也帮着出谋划策 最终 盛梦珍拿起了法律的武器 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她用孩子的名义 一纸诉状 把赵文龙给告到了法院 希望能拿到 每个月60元钱的抚养费 收到法院传票的赵文龙 异常气愤 法院上她笃定 孩子绝对不是她的 她直言表示 她有生育缺陷 根本不可能有孩子 盛梦珍每天早出晚归 还不知道干嘛去了 可这一番话 在盛梦珍看来 就是赵文龙在逃避责任 同时他解释 当时早出晚归 是要在场里面加班 双方的说辞 都是各有各的理 根本无法辨别 谁说的是真 谁说的是假 随后双方提出了 做亲子鉴定 赵文龙表示 如果亲子鉴定 女儿是我的 我会担起责任 抚养她长大 盛梦珍也表示 如果孩子不是你的 我抱着孩子离开 就这样 三个人抽了鞋 做了DNA鉴定 经过15天的漫长等待 结果终于出来了 法庭上 法官打开了亲子鉴定书 鉴定结果 孩子就是赵文龙的 听到这一消息后 盛梦珍脸上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而赵文龙则忧郁了起来 说起来 赵文龙也是个可怜的人 40岁了还是单身 双腿又是瘸的 他每个月 只能靠150元的 低保工资过日子 由于身体有残疾 他对每一分钱 都用的小心翼翼 很显然 他是没有能力 抚养这个女儿的 60元的抚养费 他也只愿意出30元 听到30元的抚养费 盛梦珍又是 无奈的笑了一声 带一个孩子 根本就不够 两人协商不下来 法院只好再次休停 经过协助沟通后 赵文龙每个月 支付50元的抚养费 给盛梦珍 就这样 两人达成了一致 本案才算结束 审理结束后 赵文龙仔细的 看了女儿一眼 当触碰到 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时 他再也忍不住 哭了起来 内心对这个孩子 充满了愧疚 站在一旁的盛梦珍 看到也不容易的赵文龙 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也哭了起来 之后的一段时间 两人分道扬镳 冷静下来的赵文龙 又找到了盛梦珍 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 盛梦珍也希望 孩子能有个完整的家 于是两人举办了婚礼 也算是有了一个家 事后再问起盛梦珍 明知道赵文龙身体有残疾 岁数还那么大 家庭条件又不好 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盛梦珍回答 我也是在逞强 就觉得他不让我进这个家门 我就偏要进 同时也觉得他挺可怜的 两人之间的这段感情 不被所有人看好 毕竟两者之间是不对等的 一个身体完好无损还年轻 一个身体残疾也医老 然而一转眼十年过去了 2003年 当年拍摄的节目组 再次回访了这个家庭 此时的赵文龙已年过50 他的身体状况更加不如从前 还患上了糖尿病 经常需要去医院检查身体 虽然这个家庭依旧不富裕 但以女儿的存在多了一份温馨 因为赵文龙身体残疾 早早的退休在家 这个家也一直是圣梦珍在扛着 由于没有文化 这十年来他也换了十几份工作 每次都是临时工 拿的也都是最低的工资 只要厂子搬迁 他也只能选择辞职 找离家近一点的工作 毕竟家里是需要人照顾的 这一年毛毛也十岁了 她是一个懂事可爱的女孩 学习成绩也是非常的优秀 平时毛毛跟父亲的关系要好很多 这个家里扮演的 也都是严母自父的角色 毛毛懂事后 他也看了当时的记录影片 再看到父亲不认他 连60元的抚养费都不愿意给时 毛毛伤心的哭了起来 只是不一会儿 他跟父亲赵文龙又打成了一片 这些对他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 可这些却影响了赵文龙的一生 每每想起这件事 他都会觉得亏欠了女儿 于是就越发的宠爱女儿 每次毛毛在被盛梦珍训时 他也总是会挺身而出 打圆场 因此夫妻二人也会因为孩子的问题 多次发生争吵 只不过转身 大家也都会和好如初 盛梦珍笑着说 倒希望赵文龙能内疚一辈子 毕竟他内疚 对于女儿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女儿可以很好地得到父爱 这一天正好是毛毛10岁的生日 自从董事后 每次出门赵文龙 也不会跟着毛毛和盛梦珍一块 他怕伤害到了毛毛的自尊心 盛梦珍也答应女儿 去看一场电影 当作生日礼物 只是到了影院后 一张电影票要30元 毛毛选择了放弃 毕竟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30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盛梦珍看着乖巧懂事的女儿 给女儿买了一块蛋糕 回去了 毛毛细细品尝着蛋糕上的水果 这个黄桃我吃过 这个是什么呀 我还没吃过呢 坐在一旁的赵文龙 脸上始终露着笑容 对于他来说 世间的美好或许不过如此吧 即便是有糖尿病 不能吃甜食的他 也轻轻挖起一点点蛋糕 品尝了一下 女儿的幸福 他一刻也不想错过 盛梦珍面对采访 说后悔嫁给赵文龙 因为日子真的太苦了 他还开玩笑 眼泪湿润地说 早知道当初把女儿送人了 送一个好家庭 也不至于让女儿受这么多罪 毛毛看到母亲红着的眼眶 赶紧打了圆场 今天是我过生日 大家应该高兴的 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都没哭 你们哭啥呀 我们一家人不好好的吗 开心点妈妈 而赵文龙也始终不介意这些话 因为他觉得 自己能活到这么久 已经值了 同时他也知道 盛梦珍这些只是委屈 而不会离开自己 离开这个家 如果他要想走 怎么会等到现在人老猪黄呢 时间一黄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 2013年 节目组又再次回访了这个家庭 此时的赵文龙已经60岁了 虽然他的身体不好 但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似乎没有被岁月给摧残过似的 所以也足以证明 他在这个家里过得是非常幸福的 而此时的盛梦珍 已经换到了家政工作 这个家还是这个家 唯一有变化的 就是毛毛长大成人了 在好些人的资助下 成绩优异的毛毛 去了国外留学 因为机票昂贵 毛毛已经两年没有回来了 母女俩就靠着家里 破旧的电脑联系 不是毛毛不想回来 而是回来的费用太大 母亲不让他回来 盛梦珍和赵文龙 虽然想念孩子 尽管有好心人愿意出资 给他们买机票 去国外看孩子 但他们拒绝了 盛梦珍说 有人帮助毛毛上学 给他生活上的帮助 就已经很感激了 两万多的机票 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 怎么能连去看女儿的钱 都要别人出呢 如今 毛毛已经大学毕业 回到国内父母身边 有了一份好的工作 一家人的日子 终于有了盼头 这个故事充满反转 后面的剧情 完全出乎意料 不过这也恰恰验证了 人生如戏 不得不说 赵文龙真是修了 半辈子的福气 想让他遇上了 善良本分的盛梦珍 有了一个家庭 和一个优秀的孩子 盛梦珍说 虽然当初丈夫冤枉自己 孩子不是他的 那个时候他很委屈 愤怒 但却感激 当时发生的一切 恰恰是那时的兜兜转转 在丈夫心中 藏下的愧疚 改变了赵文龙 让他在日后的生活中 对妻女爱护有加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如何看待 盛梦珍这段婚姻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